上星期 KCON博士發佈了 Hong Kong Mask 香港人 DIY 口罩 還將設計圖放上網 目的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自製口罩給自己 甚至乎有能力的話 弄給身邊的人 今天我就以一個 完全不懂針止的素人身份實試一下 究竟弄這個 Hong Kong Mask 有多容易 當中有甚麼困難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一整套有齊 以我的資質應該不難 不過我連這個圖都好像未能看得明白 Vincent 可以幫幫忙嗎 可以 首先粗線是綿布 沿著用剪刀剪出來 然後鋪到布上 以植文材 固定住兩塊布 然後搭著來剪就會更加快 之後再沿著內層的虛線才出內層 接著就依說明書步驟 將布縫起 基本上難度都不高 特別要注意的是 要分清口罩的上下 不要倒轉 另外Vincent 就提醒 有三個位置要特別留意 第一位置就是鼻箱銅線的位置 因為你要箱正是正宗的位置 第二就是旁邊放索帶 可以做一個隧道的位置 如果你同埋了 它就沒有靈活性 以及不能收緊條件 第三個就是下巴的位置 下巴的方形是重要的 如果縫合了 就不能確保這裡的洞 可以讓這個紙移出來 OK了 完成 老師 你覺得我這個製成粉 認真給多少分 認真 給手工分 就比較難 但不如給愛心分 愛心達到100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很有心機 全神官主 以一個完全親手的身份來說 雖然製作的確要花點時間和心力 但技巧上其實難度不高 大家不妨下載圖案試一試 雖然今次的計劃 不少人都將焦點放在KCON上面 但其實主力為老人家做衣改衣的社企 常樂匯方 亦都擔當了口罩設計 網上發布 製作口罩 以及DIY包等等的重要工作 我們恆常替老人家改生到40個義工 這輪不少了 因為過年和疫情 但最主要是有5個人去做這個項目 超越了辦公室 因為大家都出心出力去做 可能他們放了工回去 或者所謂的6點之後 都繼續搭東西 星期六日又繼續做事 因為今次不同的 全部都是為了香港人去做 或者是為了大家去做 就不是只為了穩潮 我們沒有定一個目標 因為其實是希望各個人都會做 希望各個人都會做的時候 有多少個要求就做多少份 我們沒有想到那麼多 只是純粹希望大家都會做 現在這個項目除了大家去做DIY包 做口罩之外 其實都做了一個希望給大家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安心 我有布口罩 知道加一個濾鏡 或者加一些填充的 例如紙巾 或者是填光紙 它都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沒有口罩的徬徨 瞬間好像沒有了 聽她說 在計劃公佈之後12個小時 他們已經收到暫時製作上限的 6000多個DIY包訂單 同時間亦都有義工 製作口罩的完成品 送給基層和清潔工作人員 雖然計劃很有意義 但竟然亦都遭受攻擊 星期日夜晚凌晨時份 已經有報告了 而導致朋友想下載已下載不了 當時我們收到消息時 都覺得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們正在做一件好的事 究竟甚麼人會不想我們做這件事呢 幸好問題亦都暫時得到解決 大家可以在各個不同的平台 下載圖樣 DIY口罩 幫自己亦都可以幫到身邊的人 我覺得香港人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肯出一點點 集起來就很大的力量 去解決這麼大的困難 我覺得是鼓大於吳島的力量 希望可以度過這個疫情 全民自救抗疫手冊 新增內容 教你做足個人防疫措施 MING PAO CANADA